余政皇委任律师 破文写下不发正式声明 但会考虑用司法诉讼 解决双方纷争 避免陷入无穷争议 就是因为林志坚论文 疑云还没结束 话说得酸溜溜 毕竟林志坚 局导赵授陈明通 31号又发声明 但被蓝营批 根本霸凌 王宏威说 陈明通现在是 余政皇指导教授 现在这局面 就只是要帮林志坚脱罪 另外林志坚30号 在脸书公开 提交给台大学轮回的资料 又被抓包 上市北市议员徐晓星 发现林志坚论文研究 缘起出现红字 请志坚发挥以下 还有资讯媒体人黄阳明 指出研究大纲封面 名字下方的英文名字 姓氏居然是旺 另外PDF档案时间 似乎也哪里怪怪 疑似并非原档 林志坚的PDF档 是今年7月20号才上传的 这简直是笑话 因为你不是2017年 就已经毕业了吗 怎么会你现在才 上传你的PDF档 所以这点是破绽 非常非常多的 王鸿威也PO出档案文件属性 被网友发现 转换的MacOS版本 12.421F79 根本今年5月才推出 直呼林志坚 2017年的论文 是不是时空机器 雪球越轨越大 TVBS新闻中文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